犯罪的不是我 是我体内的另一个灵魂 这是一个真实案例 在我的书中 吹个牛竟然也会被拘留 教师们事件 到底谁应该担责呢 填口基石 说给我一万 填完竟然不给了 如何为全 我的新书心中有法 凡事不光上市 里面挠过了包括这些案例 在内的63个 曾经上过热门的真实小案例 不管你是法律小白 法律发烧友还是法学生 都适合这样一本轻松愉悦 有受货感的书 你体验过像听故事一样学法律吗 那些看似荒诞 令人啼笑皆非的案例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碰到 也许这次没有 那下一次呢 下下次呢 我们书中囊括了我们日常生活中 最容易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正当防卫 被恶意造谣 该如何为全 住酒店 半夜进来个裸男 这酒店到底该不该赔 等等 这本书还随书附送了法商测试卡 敢不敢我们一起测试一下 我在书中等你 各位看官老爷夫人们 白嫖虽爽 一直白嫖一直爽 在创作实属 动动您的小手给我点赞呗 祝您的一切都好